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再防转回深远所在的深度 也就是说再次回到深远所在的深度 这些深陷一定受到海底防射损失的影响 对这样的波导深波是不利于远距离传播的 所以该波导称为反波导传播的波导 对于深海复梯度从图中也可以看出来 存在一条与海面相切的深线 这条深线为极限深线 在深线左侧或者深线以内 为深量区 也就是有直达深线到达 在极限深线以外 为深眼区 也就是没有直达深线到达的区� 只有海底仿色的深线 以及眼色深线 几何作用距离 也就是极限深线 它的水平传播距离 既然要求水平传播距离 而介质的深速梯度又是长速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很熟悉 同时对这个问题 深线是在海面反转 当然介质的深速梯度 为A的情况下 A大20 其实我们还可以用 平面几何的方法 也就是直角三角形 来求解深线它的几何作用距离 所以几何作用距离的求解 那么我们要首先求解 这条深线它的曲率半径 而海面处零度角出色的深线 曲率半径R等于A分之一 所以几何作用距离D 由于深线产生了反转 分成为两段 R1和R2 很容易写出来R1R2的大小 由于Z1 也就是深约的深度 和A分之一 也就是曲对半径相比 要小得多 所以可以对R1R2进行近视 从而得到了近视下的 几何作用距离 深渊区中 不存在通常意义下的深线 可以引入 衍生深线的概念 来进行求解 深海复跃层 也就是深速显著减小的水层 深速显著减小 是由温度显著减小造成的 深线通过复跃层的时候 深线明显弯曲 深墙紧弱 因此复跃层对深到作用距离 有很明显的影响 考虑如图所示的深速模型 复跃层上方 阶值深速为常数C1 下方为常数C2 C1大于C2 复跃层是一个相对较薄的一个水层 那么 复跃层对深波有何影响 也就是 深线穿越复跃层之后 界值中的深墙如何变化呢 遇到了求解深场深墙的问题 对这样的环境 到底是用色线理论 还是波动理论来求解 我们还是尝试 色线理论的方法 因为色线升学 给出了 非金元界值中的 深墙的表达式 深渊 位于复跃层上方 距离H1处 我们考虑 约翠角为卡帕尼的这条深线 观察点 距离复跃层 下边界深度为H2 深线到达观察点 略色角为卡帕 这条深线它的水平长毛距离 有两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深线在复跃层上层界值 它的水平长毛距离 R1 以及 深线在复跃层下层界值 它的水平长毛距离 R2 为什么我们要分析 深线的水平长毛距离呢 因为在深线深学深墙表达式里头 它存在 深线水平长毛距离 与深线初始略色角的拼导数这一项 所以我们会考虑到 深球解 这条深线它的水平长毛距离 由于复跃层上下 两层界值 都是均匀界值 深数为长数 所以深线是直线 所以水平长毛距离 R 很容易的 球解出来 等于 H1 比上吞子卡帕林 加上H2 比上吞子卡帕 既然用深线深学深墙基本公式来求解 那么我们还要对水平长毛距离 尽量求拼导 水平长毛距离 R 对卡帕林的拼导数 写成为二式所示 括弧里头有一项 观察点处深线的掠射角卡帕 对初时掠射角卡帕林的拼导数 这个怎么求解 那么 很容易的想到 斯尼尔折射定律 斯尼尔折射定律 把深线 它的掠射角 以及 深线所在位置的 介质的深数 联系在了一起 那么 卡帕 对卡帕林的拼导数 求解出来 为二式所示 这样水平长毛距离 对初时掠射角卡帕林的拼导数 就求解得到了 因此 这样的介质中的 深强 那么我们就求解得到了 那么 对于富裕成 深信哲射后的深强 表达是 二式所示 一视为深信哲学 深强基本公式 为了分析 富裕成对 深信传播的影响 其实我们只要分析 富裕成上下边界 深强的变化就可以了 所以 根据上市 我们分别求出来 富裕成上边界 介质的深强 以及富裕成下边界 介质的深强 从而可以得到 深波穿越富裕成 引起的传播衰竭 对富裕成的上方 这个时候 深信它的水平长毛距离 R 近四等于R1 R等于0 而略射角卡帕 就等于卡帕0 所以上边界界质的深强 我们既为I上 可以写出来 对富裕成的下边界 R2 R1 R1 就等于R 这个时候 下边界的深强 既为I下 也可以出出来 所以 富裕成 引起的深传播衰竭 TL 就等10倍的Log I上 比上I下 等10倍的Log 上一卡帕 比上上一卡帕0 由于 富裕成上方 界质的深处C1 是大于C2 根据斯尼亚折射定律 可以推导出来 上一卡帕0 是小于上一卡帕的 所以 传播损失是大于0 意味着 声波 创业 富裕成 会导致 能量的损耗 举个例子 假设C2 比C1 等0.97 相当于 富裕成下方 界值的深数 比上方 界值的深数 小了3% 也就 近视为 温度低了10度 考虑深圆处 绿色角为2度的 这条深线 它的深强 带路到 传播损失 这个公式里头 这传播损失 达到了8.5分贝 8.5分贝 相当于 上下边界 深墙 差了7倍 本次课的内容有 深海 附体度 它的特点 以及 深量区 与深影区 极限深线 几何作用距离 等的概念 最后是深海 富裕成 它的 船舶衰竟 这次课就讲到这里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